讲完了窗口的移动与排列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窗口操作 那就是切换 当我们打开多个窗口 那么就存在着他们之间的一个切换问题 好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打开多个窗口 把这些窗口打开 那也就是说当前只有一个窗口 我们怎样去把它切换到其他窗口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只要能看到它任意的部分 我们单击就可以把它切换到当前窗口 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进行单击 那么这有两种情况 那么一种情况呢 是我在任务栏上点右键点属性 我们让它从不合并 这样的话打开的每一个程序 你看它是这样进行排列的 我们单击这个程序按钮 我们发现它是可以进行切换的 那么如果我们刚才使用的是 始终合并 那这样的话 相同的程序 它会有一个程序按钮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说打开我的文档 里面的两个 PST的文本文档 这样的话打开之后 我们会发现下边呢 它就有一个 即是本的这么一个应用程序 当我们鼠标放上去 上面有两个显示 通过这样的单击 我们可以进行切换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按照Countable键 在这个图标上单击 它也是可以进行切换的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窗口的切换 另外 如果是我们 打开了一个全屏的文档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些方法都是不能用的 就必须要使用快捷键了 Alt加Table键 你看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在不同程序 不同文件之间进行切换 那好了 下边我说一下 刚才那种情况 我们打开一个 视频动画 两只蝴蝶 打开之后呢 现在我把它全屏 这样的话 大家会发现 你哪个地方都看不到 那么现在我要 打开即是本 那就只能按照Alt键 Table键 然后来选择 就只能用这种方法来选择了 那如果想关掉的话 我们说只能用快捷键 Alt加F4 这是前边我们讲过的一个内容 好了 这就是本讲我们所学习的窗口切换的相关知识